这一段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个Discuss的这个字体尺寸的大小 设定字体尺寸的大小跟设定字体的字形 这两个部分 这一篇的图文教学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里面有一些连结 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图文教学的网址 贴在这个YouTube的注解这边 点一下这边注解的连结就到这个页面 那也可以点一下这个订阅 好前面的部分是有一些错误啊 参考看看就好 因为怎么讲就是说 用错误的跟对的 东西来做比较 这样会比较好解说 大家会比较好了解 那前面的部分就到这个网址来 来参考一下这样子 就好 好 那现在就是说我要更新一下那个内容 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个 放 Family这个字形 有没有 这个参数啊 参考一下这一篇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解说啊 还有包含下面的那个 一些的那个相关教学 也可以看一下 都是花很长时间 在解说这个 Found Family的他的那个运作原理 然后包含底部也有那个视频 做解说 集里面的相关教学 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字体的部分 设定 Discuss 论坛的字体 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 先让大家看一下 预设的 看一下预设是什么 127 呃 这个 预设是那个 那个 细明体啊 然后这个是 我修改后的 是变成那个微软 正黑体 是这样子 假设 你要用那个微软正黑体 假设你要用微软正黑体 的话就copy这一段 好 可比这一段 复制 好 复制 这段复制之后要注意一下后面不用分号 尾部不用加分号 好这个 不用加 好注意一下 好因为在这里面的那个教学他那个是有那个大括号的 他是 有那个大括号框住 然后这个分号是要做那个 做代码的区隔用的 但是这边他会帮你加 这个discuss X他也是帮你加 所以说在尾部不用加分号 这个要注意一下 你就直接copy这一串 好就是滑鼠左键押住 反栏之后 右键复制 或是快键 C 然后到了那个discuss的后台 点一下这个边界 OK OKS这个后台 点 点一下界面 不是边界界面 上方这个导航栏 跟 左边的那个导航 栏 这边 这是那个 栏位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风格管理 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编辑 假设你有装其他的那个风格 其他的 那你就是点击他那个里面的编辑 这样子 因为我是用那个 默认风格 这样子 那就点击一下编辑 然后向下拉 向下拉 那个 滑鼠中间的滚轮向下拉 或者是这边的那个 滑鼠中间的滚轮向下拉 滑鼠那个向下拉这样子 然后注意看一下 有三处 有三处写的是字体的 字体的 有三处 一个是正常字体 一个是 主 提列的字体 一个是小号的字体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 正常的 还有包含我们文章里面的 这样子 那小号的字体是指这个 这个是小号的 有没有 那这个是修改 这个是修改前 这是修改后的 这是修改后的 有没有他这个字体比较 就是比较大了 因为我已经把它改14了 这样子 要不然那个字体会很小 它有分正常字体跟 那个小号的字体 那列表的 主列表的字体是什么 是这个 是这个 这种的 注意一下这三个地方是不一样 那一种的是这个 我看一下 那一种是文章里面的这个 文章里面的 文章里面的字体 就是这个 这个是正常字体 这样子 好 你要注意一下这三个地方 它的不一样的差异 那 预设有没有 预设是这一种的 好 让大家看一下 预设就是比较小 因为 那个是以前的那个荧幕 以前的荧幕是1280乘720嘛 那更早之前的荧幕就是还有960乘以 乘以多少720还有那个 还有 多少我忘记了 就是宽跟高的比那种的 它的那个荧幕的解析度是比较低的 那现在的是1920乘1080嘛 那那个荧幕的解析度比较高了 你要把它调一下 那这个 它的这个 会比较 好检视啊 是这样才不会那么小 是这样子 好 好 OK 那这个地方把它copy一下 那个是我后面会讲的 我现在是讲的是那个字体的部分 这个地方 贴上 你第一个你先清空啦 贴上 字体 避免后面有那个半角的空白 或前面有半角 这是不可以的 前后都不可以有半角空白 要注意一下 你就是把它 整个清空再贴上 前后都不可以有半角空白 要特别注意 好 这样子 好像这个就没有扣好 有没有 就没有扣好 好这个是要特别注意 要不然会没办法作用 你要完整的清空 前后不可以 那个 半角空白或是没有扣好 像刚才那样 是不行的 好 这三个 三个字体的部分就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尺寸的部分 正常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14 Pixel 好 14 Px 一样后面不要加分号 后面不用加 好因为他这个会把你加好 这是正常字体 那小号字体你可以用11 或者是12 这边可以用14或15 14或15 14或15 这边有 那你这边可以用11或12 好这不一定 好这不一定 这是根据你的风格 然后主题列表列 我这边有一张图 那就是这个 指的就是这个 我们点进去有没有 我点这个 有没有就这个 主题列表列的那个字形 这样子 你可以用14 或者是15 好这是根据那个你用的风格 还有你 是不是 因为有的是这样 有的是使用那个窄的 那个窄的那个 有一种是使用窄的那个 界面嘛然后这边 这边有使用那个快速点击的 你如果有把那个打开的话 就是方便去 到某个板区那个 右边那个把它打开的话 你这个地方会变得很小 会变得很小的话 那你就用14就好了 如果你没使用 或者是你使用那个比较宽的 就是让那个视窗自己调整的那个 不是你使用的是宽的 那一种的话 你可以射成15 这样子 好这个是根据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风格还有你要不要使用那个 有一个那个左边有一个那个 可以去快速的去到那个 呃 像这个 像这个 就这个 好 好 你如果这边使用的太大的话 会 会那个 智慧变得很大 这样子 好这样 就不好浏览了 这样子 那假设你是使用那个这样子的 有那个 那个 那个浏览器 这边 这个 板块导航嘛 板块导航开起来 它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去 那一些板区的时候 就方便那个使用者 去某一些板区 那假设你是使用窄的话 有没有 窄的话 你把这个开起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会变得比较小 那你的那个字形用14就好 这样子 是这样 或者是15 16也可以 这是根据你的那个 风格的 部分来做调整 是这样子 好 那我这边就是先用预设14就好 这个是主题列表的字体 主题列表字体大小 这是 这六个参数有六个参数 我这段讲的六个参数是字体的部分 那字体的部分就全部copy一样 这是比较好处理的 那 字体的大小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这是要根据你的风格下去 做设置的 是这样子 那主题列表 这三个参数 那这个可以14或15 那这个一样1415或16 那这个是11或者是12 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小号的字体就是这边的 这个 我们点到那个主题列的时候这边 因为他这个框框有没有他要把它 切成一半嘛 一个是连结的部分一个是下面的日期的部分 所以说他这边用小号的 字体 那他这边是用正常的字体 是这样子 是有区分的 是从这边设的 是这样子 是有区分的 这六个参数 我现在讲的这六个参数要知道一下 他的那个 作用在哪里 他是到底是什么作用 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 好 那设定好了之后 向下拉 滑鼠中间滚人向下拉 然后再点一下提交 好 这样子 好这样就好 好 好 然后 再来是点什么 点这一个 更新CSS缓存 我之前的有没有之前的教学没有讲吗 所以说才会有什么状况 才会有这个状况 我这边那个有网友发现就是说 怎么没有变 还是呈现细民体的状况 是因为没有按到那个更新CSS缓存 好这边要按一下 就是你有 针对那个CSS的那个风格做修改 你一定要点一下这边的 更新CSS缓存 这样子 他才会有作用 是这样子 我这颗要点一下 要点一下 好 这样子 那最后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怎么讲 这个 就是我前面讲的 这个 方Family 字体的字形 跟方Size字 字体的大小 这两个有没有 并没有绝对 绝对啊 那这一篇我只是一个参考值 就是设定那个微软正合体 跟 14的字 字体大小 15 16或者是11 这个没有绝对 没有绝对的 这两个参数有没有 字体字 这边这个字我打错 应该是那个形 土字那个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用这个字个形 这个形是那个字形的那个形的用法 这个形是那个形状 那这个形 其实都可以 那个 那个有点 那个意思有点 有点有点有点那个差异 我这个地方我后面改掉应该是用这个形 我们字形是用这个形字 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印章有没有 那个是用在小范围的 比如说我们印章那个就是用那个你的那个 那个形是用这个 那这个形状的是用在大范围 比如说是什么什么形状 是用在大范围的 这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字我弄错 我到时候会改 改成用那个下面有个土的 那个是不太一样的用法 那这个字形跟字体大小并没有绝对 是这样子 是根据 主要是根据这个 你用的是什么风格 然后还有观看人的尺寸 因为现在有那个所谓的 那个荧幕啊 我们那个荧幕的大小 还有 笔电 还有平板 平板 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还有那个 我们是智慧型手机 的尺寸 你 你都要基本上是那个桌机的跟那个 跟你的那个手机的 你要做一下看一下那个字形的部分 做一下调整 这样子 这个 这个要去测试一下 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这个就是没有没有绝对是这样子 是没有绝对的 是要根据你那个荧幕的尺寸来做调整 是这样 这个东西怎么讲 是很复杂的 就是你要 那个要 有一些经验 的时候 就是你要用 这个地方很难解说 就是你要做一些调整之后 你要用那个 桌机 笔电跟平板 还有 手机嘛 那基本上你要用那个桌机跟手机这两个来做 来去测试一下 你看你调整后那个效果 这样子来做 做 那个调整机设定 那我这边只是抓一个大概值 我这边讲的是一个大概的 大概的一个值 就是微卵真黑体跟 那个14啊 12 或者是11 或者是1516 是这样子 抓一个大概值跟大家讲怎么设置这样子 这个是并没有绝对 并没有绝对 好 那这段的视频就解说有点长了 那就解读到这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六个参数的设置 然后是影响到哪里 是这样子 好 那 大家也可以点一下订阅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视频 更正一个说法 这个形这个字 形这个字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下面有没有一个图字 不是 它下面有一个那个图那个字 那它的意思就是把什么东西有没有 把什么什么东西刻在这个土上面 上面 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个印章 我们的印章是那个 有个什么 比如你的字 你的名字刻在上面 是用这个形这个字 我们在印章有没有 大家想一下 比如说这个印章 它刻了你的名字在上面 它就是 类似这个象形字 就是一个土地上 一块土啊 一个一片土地上 你在这上面烙印什么东西 还是磕什么 还是刮什么东西的 那个才是用这个 这个形这个 这个形这个字 它不是大小 那个我前面讲解错误 这个形这个字注意看一下它下面 以前那个形 以前用形 都是用边形 比如说边形 或是用那个 碳上面 烧一块铁 就是比如像岳飞那个 金钟报果 它背后上的那个金钟报果 是用烙上去的 他是用那个铁 把那个铁上面 很烧 很烫 然后 烙印在它背上 所以说这个形 这个字是以前那个 留下来的 是在这个土地上 一块什么东西上 烙上什么东西 或是磕 或是刮 所以是用这个形 那另外一个 这个形 这个字有没有 呃 形这个字啊 另一个形这个字 形这个字 它是形容某个东西 某个状态 比如说 那个人 的面有没有 它是什么 那个长得像那个小孩子 童眼啊 或是 那个是那个 形容什么东西啊 方形啊 或者是三角形啊 那个是用来形容某个东西的 或是那个正方 或是长方形的 或者是人的那个面是方的啊 比较 变向方的啊 长得像小孩 那个就是童眼的 那个是形容那个形状的 是形状是用这个形字 不是我前面我前面讲解错 错误 那所以说 呃再更正一下 这个形这个字跟 这个形 那个 的用法不不太一样 是有差异的 是有差异的 那我现在已经纠正回来 那个字我已经改回来 我这个地方我把改成这个形这个字 好 要更正一下这个 那个用法 这个 那个中文字的用法 好 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视频 好